在我们的印象中 航空母舰就已经是最大的人类造物了 但实际上这艘船的吨位 却是航空母舰的好几倍 它就是新加坡籍的诺克奈维斯号 该船是目前世界吨位最大 长度最长的运输船 其满载运输时可以达到82.5万吨 它是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等级的超级游轮 当初设计建造它的时候 是为了能让一次性运输更多的原油到世界各地去 但是由于世界绝大多数港口的水深都在数米到20米之间 它25米的吃水线 让其无法进入世界上绝大多数港口